人工智慧越來越普及 新政府上任之後 教育部長鄭英耀 27號首都到立法院報告及備詢 並指出將啟動下一波課綱研修前置作業 把數位學習與AI人工智慧應用 納入課綱 教育部預計今年10月 完成新版的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3.0 未來教師備課學生運用都離不開AI 不過一線教師指出 若想全面的讓所有老師都上手 實在有難度 應該大部分只有在資訊科比較容易去推廣它 部分比較資深的老師在實作上面會遇到一些困難 像現在比較常看到的Canva 學校如果有一個團體去教這些老師怎麼去使用 應該可以比較快去入手 更有老師指出新課綱預計118年實施 代表老師們只剩下5年可以準備 面對著自己都不甚瞭解的領域 又要如何深入學習再來指導學生 第一個要去思考說他課綱納入到底是怎麼納入 是要老師學會去使用AI 還是對於AI這樣的一個概念去讓學生理解 這兩個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使用面一個是概念層面的 教育主管機關他應該理解說 我怎麼樣去推動才能化解這些老師的一個焦慮 AI時代來臨基層教師也認知到 這種趨勢無法迴避 但如何把AI有效的融入教學 也考驗新政府的聚會 記者城市鏈曹文寧台北報導